这里是纽约植物园 这里是它的一个温室 今天我们来看看里面的植物 这里都是高大的热带植物 热带雨淋来的吧 不知道它底下的根有多大 有多少土壤供它生长 这里有一潭黑水 不知道为什么颜色是这个样子 这是它一进门的大厨 就是外面看到那个大圆顶就是这里 这个温室里头比较凉爽 以前和以前看过的一些温室比较呢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 也都能看见新的植物 这个树顶上挂了很多的orchids 这里可能是房顶比较高 所以它种的植物可以 或者在设计的时候 它考虑像前面这个假树干 应该是设计出来以后 有一个遮阴的效果 让你走在热带雨淋的这种效果 就会变成这样 啊 我们就看上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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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